欢迎收看新闻快视 纽约皇后区近拉法圣的圣地牙各药房 被指向白卡持有者支付现金回扣 又是他们购买HIV类的高价药品 涉嫌供骗取了近300万元 业主及经理被控医疗欺诈等多重罪名 业主为32岁的博维达和32岁的经理布巴诺 被控一级重窃二级医疗保健欺诈 非法向白卡持有人支付回扣 博维达及药物房还被指控一级洗钱二级洗钱罪 纽约州长霍楚今天宣布已经拨出超过5100万元资金 旨在提升面临仇恨犯罪风险组织的安全保障 为州史上针对该领域投入最多的一次 为超过1000个项目提供支持 同时霍楚还签署了一项法案 要求大学校园加强对仇恨犯罪的调查及报告 根据州政府此数千万元拨款将用于加强对非盈利社区组织的保护 以防范因意识形态信仰或团队使命而面临仇恨犯罪或攻击的风险 此外该笔资金是州内保护社区免受仇恨犯罪拨款计划 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一笔 且首次被应用在增强网络安全能力方面 州府表示计划已经向全州497个组织授予资金 其中接近890万元用于187个网络安全项目 另外2024财年预算将额外提供该项目2500万元 预计下一轮拨款将在12月开放申请 近期美国英国法国等频频出现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不断刷新高温记录 气象专家警告说 2023年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也发布报告说 热带太平洋地区7年来首次形成声音现象 预计今后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进一步升高 可能在5年内出现创纪录的高温 各国应该做好应对的相关气候准备 研究报告指出 欧洲去年酷热至少夺走了6.1万人的性命 老人女性和地中海国家人数居多 这篇发表于10日初刊的自然医学期刊的报告 根据欧洲35个官方统计 发现去年5月底到9月初 各国死亡人数比过去30年的平均要高得多 意大利高档珠宝品牌Bugari 因为在官网上将台湾列为独立国家而非属于中国 在中国社群媒体上掀起了网民暴怒 宝格利今天发表中文声明道歉 并声称已经立即纠正 这起争议也引发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 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能列为一个国家 由法国精品业巨博陆威明轩集团拥有的宝格利 之后在官方微博账号发表道歉声明 表示其海外官网上因管理疏忽发生店铺地址和地图标志误注 还说宝格利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这并非外国品牌首都因为类似的理由在中国被网报 包括凡赛斯计凡希和coach等知名国际精品品牌 也曾在2019年遭到大批中国网民批评 因为被发现在官网或产品上将台湾香港和澳门标示为国家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华语电视关键新闻